大家好,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 在这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全名AI通试课 2022年生成事AI正式走入社会 如今AI的服务琳琅满目 可以翻译、绘图、写程式 甚至提供灵感、协助决策 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帮手 不过AI的便利也对社会带来冲击 好比像说利用AI的身位技术 来冒充其他人的脸和声音 还有衍生出低成本个人化的操纵和诈骗的手法 所以在这个系列课程里 我们将让你拥有对于AI发展的基本了解 认识AI对于产业的影响 而且讨论台湾要怎么样因应接下来的发展 让你能够驾驭AI带来的变化